- 歡迎加入每日每夜 - 我是攝影師于悅 - 我是凱文 - 上一集我們教大家怎麼使用手持燈光去打燈 - 後來呢收到超級多的網路 - 有網友 寫信 - 在哪裡 - 先當作有 假裝現在有好不好 - 就寫信來問我們說 - 到底燈要怎麼選 然後該怎麼去挑選這些 - 我們今天就來就是介紹幾款我們常用的燈 - 那一共分為就是三個等級介紹給大家 - 那三個等級 這邊有四台 - 其實這兩台我把它歸類在同個等級 - 它這個品牌叫iWata - 它的優點為什麼是我認為是最初階的 - 因為它的價錢是這裡面最便宜的 - 最便宜的是這支 - 這兩支其實都很便宜啦 - 淘寶買回來 因為這大陸的東西 - 淘寶買回來的話大概一個人民幣大概是在300塊到400塊左右 - 因為這兩款平衡不同 - 大概是一兩千塊台幣 - 一千五到兩千塊左右 - 一開始他們除了是這一款 - 就是銀色這個 - 那當然它有其他顏色可以選 - 它這一款的差異就是 - 它有內建一個LCD的螢幕 - 所以LCD的螢幕上面呢 - 它會有詳細的有很多的資訊 - 例如說剩下可以有多少的使用時間 - 那如果今天我把它亮度調高的時候 - 它的使用時間就會減少 - 假設我們現在用最低最低最弱的光線的話5% - 它就可以用到22個小時 - 但是這是最弱的情況啦 - 一般我們不用這種弱在拍 - 太誇張了 - 對 -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全光 - 就是最亮最亮的輸出的時候 - 它大概持續時間上面寫的是一個小時左右 - 對 那它的開啟的話 - 一樣是用按鈕 - 假設我今天打開了 - 我就是直接這樣子去做切換 - 然後再透過上面的按鈕 - 假設調整色溫 - 我現在這樣子按 - 它這邊的色溫就是會去改變 - 然後它們到這邊 - 然後它就會改變 - 你就會從黃的到白的 - 假設你家裡都是黃光 - 那你其實就用黃光再拍 - 它就比較不會這麼突兀 - 那如果你家都是日光燈 - 都是白光的話 - 你就可以把它調成白光 - 這樣再拍 - 你的顏色就不會這麼突兀 - 除非啦 - 除非你要做特殊效果 - 就是你可能想要兩個顏色的話 - 那你就可以去調整 - 後來呢 - 它又出了第二款 - 就是我買的這款 - 這款 - 對 - 這款它上面的差異來講的話 - 我們那時候有發現 - 它在那個燈上面的表現上有點不一樣 - 因為像原本的這一款 - 它做的玻璃是比較透的 - 那它另外再附一個那個柔光片 - 那這一款的話 - 它就會直接把柔光的部分 - 直接內建在這個燈上面 - 比較霧這樣子 - 對 - 那比較霧的環打出來的光 - 就會比較柔和一些 - 那它比較便宜的原因是 - 因為它拔掉了這個 - 它拔掉了上面的LCD - 所以剛剛我們來講說什麼 - 可以使用多久的時間 - 它都看不到 - 它就是一個簡化板 - 可是呢 - 它方便的地方在於 - 調整光的方式 - 它改用滾輪 - 自己是覺得啦 - 用滾輪上會比較直覺 - 我可以去調 - 我要多亮 - 然後我要多按 - 就這樣去做調整 - 然後色溫 - 我直接用滾輪去轉 - 轉到我想要的顏色 - 那它這個就比較平感覺了 - 你不能說 - 我要幾K的色溫 - 我可以直接設定在那個地方上面 - 那原本的標準版這個的話 - 它上面就是會有 - 清楚的標示跟你講說 - 你現在調的色溫就是3000K - 那我可以再用加減3100K - 3200K - 你可以知道你這個上面的色溫是多少 - 這是比較精準的 - 那再來我們介紹 - 中階款柏林的P1 - 首先是它的充電插孔 - 一個是Micro-USB - 另外一個柏林P1 - 是Type-C的接口 - Micro-USB的話 - 它就是想當然 - 比較不支援快充的部分 - 但是這一款它是有支援快充 - 然後再來是它多了一個 - 看到沒有 - 這是什麼 - 攝像錶 - 攝像錶 - 對 攝像錶 - 所以它就是一個RGB的燈 - 它算是保有原本那個 - 色溫上調整的功能之外 - 然後又額外多了一個RGB的功能 - 可以去調整一些彩色的燈 - 這個RGB是怎麼個用法呢 - 那我們就是針對這個攝像錶去調整 - 我們現在從綠色開始 - 然後我們一直按著按鈕 - 然後它就會去切換不一樣的顏色到紫色 - 到紅色 黃色 - 漸漸到最後一個綠色 - 因為它那個攝像錶上面就是會有一個數字 - 會從0到360 - 那你只要把你的機器調到對應的數字上 - 它就會有什麼顏色 - 例如說它這邊藍色是240 - 你只要把數字調到240 - 你出來的燈就一定是藍燈 - 它除了那個攝像錶可以調之外 - 它另外一個是所謂的彩度 - 這個彩度數值越低呢 - 它就會越趨近於白色 -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調色的飽和度的概念是一樣的 - 它的顏色的飽和程度 - 可是它100就是最濃 - 對 無此之外啊 - 其實它有多了一些比較貼心的功能 - 這個腳架呢 - 我們就可以把它就是放在我們一般的就是這種腳架上 - 因為這個都是那個四分之一的螺孔 - 那我們只要拿這個四分之一的弓頭 - 鎖上去之後呢 - 我們可以自由的調整角度 -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桌燈 立燈 - 基本上這幾款他們都 - 下面都一定會有一個標配 - 就是一定會有像這樣子的螺孔可以去使用安裝 - 那這款我覺得它變化比較大的是它還有一個支架 - 所以它可以 - 你裝上去之後 - 你還可以去調角度 - 什麼之類的 - 那像這種的話 - 這一款它沒有 - 它就是手上去就只有這個角度在 - 如果你有像這種支架型的手機自拍感的話 - 因為這幾款的燈 - 他們的那個底座 - 都很像手機 -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把它當作手機再使用 - 那你也可以直接拿這種燈 - 然後放上去 - 然後去做開啟 - 就是一樣是當一些像桌燈啊 - 台燈 - 或者是你想要拍照的時候 - 你可能沒有手 - 你就可以 - 因為我們有時候這樣拍嘛 - 手機你這樣子拍照 - 你有時候沒有手 - 或是你想要小小度的時候 -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東西幫你做補燈 - 然後再來是 - 就是有在玩動態的人 - 就會知道 - 其實這些燈它都有附一些 - 就是所謂的情境模式 - 這些情境的模式呢 -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燈去做一些特效 - 像譬如說 - 這個就是 - 警車 - 警車 - 你就是遇到那個鄰居 - 樓下鄰居人在吵架的時候 - 就會放這個給他們看 - 就會騙他們說警察來了 - 嚇死了 - 然後第二個情境模式就是 - 會有閃的模式 - 它就會做一些效果 - 第三個模式的話 - 它就是那個Party模式 - 它的色彩會像 - 依那個 - 攝像圖去循環 - 就是黃繩黃綠藍電子 - 就是一直變一直變 - 它會一直變一直變一直變 - 所以開啪的時候 - 家裡就是必備一隻這個 - 可能不只一隻喔 - 可能好多隻 - 放在牆面上 - 然後擺在四個角落這樣子 - 這種RGB東西到底可以幹嘛用 - 其實就是我覺得 - 拿來製造一些氛圍或是什麼 - 其實是很好的 - 你可以看我們後面 - 後面現在兩個顏色 - 其實後面就是放了兩隻這個 - 它就是可以營造一些氣氛 - 沒錯 - 最後是帕麗菲的RX1 - 那也是這幾組裡面 - 唯一一個台灣的廠商製造的燈 - 那這個RX1它 - 我現在就是拿起來它比較重 - 然後也比較有質感 - 也比較有份量 - 它跟這組滿像的齁 - 滿像的 - 啊價格咧 - 價格的話 - 它我今天查是官方售價是 - 4000多塊 - 4000多塊 - 就是會再比這組 - 再尊貴一點點 - 對 會再尊容一點點 - 但是呢它該有的功能都有 - 就是前面幾款 - 譬如說這款就是有混量 - 然後 - 色溫阿 - 然後像RGB的模式 - 然後像這款剛剛我們有提到那個 - 行徑燈 - 行徑模式 - 這款裡面全部都有了 - 對 它該有的都有 - 但是它就是更亮 - 因為它電池更大 - 然後它續航力更久這樣子 - 所以我覺得它的好處 - 而且我覺得它好處還有一個 - 因為它是台灣的廠商嘛 - 所以它就是在維修的部分 - 會有一年的保固 - 那這支我覺得 - 我們先舉幾個優點給它好了 - 先說配件的部分 - 那配件的話我覺得它還有一個 - 有一個優點就是 - 它這邊的支架是 - 是直接砍上去的 - 是一體成型的 - 那這個支架呢 - 它是另外的 - 它是可以自行就是拆裝的 - 可以自行拆裝屑 - 雖然就是重量可以少一點 -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 - 算是廠商比較貼心的補充 - 然後再來是 - 它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- 就是它有藍牙 - 那這個藍牙這個功能 - 你可以就是透過手機下載這個APP - 那你在這個APP裡面 - 你可以去操控它裡面所有的功能 - 例如說它的光的亮暗 - 它的那個色溫 - 甚至你的情境模式等等 - 你都可以在那個手機APP裡面去做調整 - 它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功能就是 - 它裡面有自定義的群組化 - 嗯 - 那這個群組化呢 - 就是今天早上我們有跟那個廠商借燈 - 那他們就能用四支燈 - 那這四支燈我們可以就是做群組化 - 我們群組一二三四 - 那這一二三四呢 - 我可以把就是第一支燈跟第二支燈做群組化 - 第三支燈跟第四支燈做群組化 - 那這個要開關的話我們就可以就是 - 攝影師坐在原地 - 我們就可以去自由調控就是 - 你的模組化的燈這樣子 - 我覺得這個好處是這一個 - 好幫大家總結一下齁 - 現在目前這三款 - 如果說今天你是一般可能喜歡拍照 - 用手機拍照啦 - 然後想要日常生活上使用的話 - 我們就是會比較推薦 - 你可以使用iWata這些版本 - 因為這個版本呢 - 它是這三款裡面最輕巧 - 最可以隨身攜帶 - 然後價位也是最便宜的 - 最便宜的 - 對 最便宜的 - 所以就是一般日常生活上補光的話 - 我會推薦大家使用這款 - 入門款 - 對 那如果說今天你想要擁有的燈 - 是一支兩支以上的話呢 - 或是你想要製造一些氛圍 - 像什麼派對模式你要開趴 - 你想要拿那個勤見模式去下鄰居 - 警察有沒有警分去下鄰居 - 第二款這款我們也是蠻推薦的 - 因為它用起來的話CP值也是蠻高的 - 就是多了一些功能 - 那假設你今天是 - 錄影啊常態性 - 你可能會用到比較多支的燈 - 那你不想要一支一支這樣去用的話 - 你想要更精準的去調控的話 - 我們就會推薦台灣廠商做的這個 - 台立飛X1 - 台立飛的X1 - 因為它可以讓你用手機 - 去直接去做調整 - 就是一次可以群組化去做使用 - 那如果說你遇到一些燈有什麼問題的話 - 因為台灣廠商你要找保護 - 什麼都會比較好找 - 那我們最後有列了一張表格 - 給大家參考一下 - 這個表格內容裡面有 - 它的外觀的大小啊 - 重量啊 - 電池啊 - 續航力等等 - 我們都詳細的列給大家 - 好 - 那最後大家如果想要看 - 什麼類型的開箱影片的話 - 記得在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- 喜歡本期影片請幫我們分享 -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- 請幫我們訂閱 - 並且開啟小鈴鐺 -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囉 - 掰掰 - 羽織一下 - 阿富汗 - 阿富汗 - 阿富汗